欢迎来到白羊说动漫的频道 都知道悟空出生时的战斗力只有2 所以被送到地球这个边缘的星球 即便悟空拥有萨牙人的体质 但是在地球上也遇到了强健的对手 例如差点杀死悟空的陶白白 以及同样能吊打悟空的比克大魔王 可要是当初被送到地球的不是悟空 而是身为精英战士的贝吉他 大家觉得悟空曾经遇到的对手 够不够贝吉他萨牙疯呢 虽然正通的龙珠中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但是在同人作品龙珠猜中却弥补了遗憾 故事的开始是布马被一只翼龙抓走了 贝吉他劲撞一个暴器挣脱绳子 随后朝着空中飞去 身为精英战士贝吉他已经学会了运用器 于是放出一个大波将翼龙杀死 紧接着将掉落的布马一手抓住悬浮在空中 很快先了一天开始了 贝吉他觉得布马慢吞吞的 出个门还要花几个小时打扮 然而布马却不觉得自己慢了 反而是责怪贝吉他起太早了 很快布马和贝吉他两人开始去寻找第三颗龙珠 而第三颗龙珠距离这里有850公里 贝吉他度朝布马速度太慢了 自己全力飞行的话一下子就能到达 反倒是布马看到贝吉他未飞 疑惑贝吉他真的是人类吗 很快两人按照龙珠雷达的提示 来到了一座阴森的城堡外 布马看着眼前的城堡有些害怕了 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 结果布马回过神来时 贝吉他就已经朝着城堡走去了 害怕的布马只能跟在贝吉他的身后 让贝吉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当两人来到城堡内时发现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空中传来一道声音 三道声音出现在布马和贝吉他的面前 看着布马竟然带着龙珠来到这里 简直就是飞而扑火送上门的牙子 而这三人正是卡里克二世的三名手下 在正统龙珠中这三人的实力 可是需要长大后的悟空才能对付 但是遇到贝吉他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反倒是布马因为不知道贝吉他的强大 打算把龙珠交出去换条葫芦 结果贝吉他一句给我躲到后面去 瞬间仰布马乖乖听话躲到柱子后 贝吉他来到三人的面前 却因为是个小孩子导致被小瞧了 三人柱自信满满的样子爆出自己的大名 结果贝吉他一声怒吼 强大的气场从体内喷涌而出 三人柱还没反应过来就到飞了出去 随后贝吉他放出三道射线 都还没有什么表现的三人柱就令和犯了 柱子后的布马都看呆了 没想到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贝吉他的身后出现了卡里克二师的身影 看出贝吉他是个厉害的小鬼头 贝吉他堵吵卡里克二师你自己不也是小鬼 被惹怒的卡里克二师一上场就拿出全力 瞬间在贝吉他的面前变成一个极右猛男 贝吉他显得有些吃惊 突然卡里克二师一拳轰向贝吉他 压贝吉他却没有想象中的一样被轰飞 这样卡里克二师无比的震惊 这时贝吉他一脚踢出 瞬间让卡里克二师的脖子拉长了 愤怒的卡里克二师放出大波攻击 依然被贝吉他轻易的弹开了 随后贝吉他抓住机会一个俯冲 对着卡里克二师的肚子就是一顿拳头输出 紧接着又是双手抱拳对准脑袋砸了下去 最后再来一招上钩拳轰飞卡里克二师 只见卡里克二师的身影飞出城堡 此时的卡里克二师震惊的看着贝吉他 疑惑贝吉他真的是地球眼吗 为什么实力居然这么强大 没办法的卡里克二师打算施展出绝招 只见卡里克二师双手对准贝吉他的方向 很快在贝吉他的面前就出现一个黑洞 黑洞的吸力将周围的东西全部吞噬 此时的卡里克二师打算把贝吉他吸入其中 让贝吉他一杯子困在只有黑暗的黑洞之中 然而对于实力强大的贝吉他来说 黑洞所产生的吸力 连贝吉他的脚都无法挪动 但是身为普通人的布马就不行了 直接被黑洞吸了过去 贝吉他健壮拿出金箍棒让其伸长 布马看到一根大棒子朝着自己飞来 强烈的求生欲让布马紧紧的抓住棒子 但是布马也无法坚持太久 让贝吉他赶紧想办法 只见贝吉他朝着卡里克二师冲去 随后施展出财猜拳 无法闪躲的卡里克二师被拳头正面击中 最终卡里克二师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有卡里克二师维持的黑洞逐渐消失 最终布马终于是熟了苟气 天空再次恢复蓝天排云的景色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上 贝吉他刚才的战斗都被天神看在眼里 夸赞贝吉他实力很强 连卡里克二师都不是对手 反观布马这边也找到了第三颗龙珠 看着龙珠上的星星数量是五星球 布马很高兴龙珠没有被吸入黑洞之中 这时贝吉他过来询问布马 下一颗龙珠在什么位置 虽然贝吉他还是个小孩子 却改不了傲娇的毛病 一连不情愿的说出自己肚子饿了 这时贝吉他看到旁边的树上刚好有果子 也不管有毒没毒贝吉他就吃伤了 虽然贝吉他常年生活在山里 吃过不少的野果汁 可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很快贝吉他就像喝醉酒了一样 眼睛开始犯昏 当场就背靠珠子睡着了 布马看到贝吉他这模样 看来今晚只能在这里住一晚了 这时布马看着熟睡的贝吉他 赌潮贝吉他连睡觉都这么逞强 不愧是既高傲又傲娇的王子贝吉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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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